家里有吃不了的桃子可以看一下 今天来分享两种做法 我们先准备一框桃子 加入食盐 加入清水 搓洗一下 将表面的绒毛给洗掉 然后将桃子皮给削掉 去好皮的桃子 在桌子上面用刀给它转一串 然后将盒给去掉 量太多的时候最好戴上一个手套 要不然自甲里面的黑色好几天都削不了 全部处理好之后 再挑上一些好看一点的 大概有620克 往里面调入两克的食盐 白糖100克 然后将它抓匀 抓至看不到白糖的颗粒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腌制一个小时 剩下的可以将它切成小丁 越小越好 也可以用料理机给它打碎 然后放入大碗中 切好的桃子丁有1200克 加入冰糖400克 拌匀 也盖上保鲜膜 腌制2-3个小时 腌好的桃子片拿出来 粘桶糖水一起倒进锅里 然后再加一点清水和桃子刚刚持平 就可以了 大火烧开 关火 盖上焖一个小时 将桃子铺到平盘里面 用烤箱的热缝功能 80-90度左右 烤其到8个小时 也可以让太阳公公来帮忙 大概需要2-3天左右 剩下的糖水可以用开水冲来喝 超级的香 然后我们再将腌制好的桃子丁 倒进锅里 先用中火 汁水差不多收干的时候 用小火不停地搅拌 然后加入半个柠檬 将里面的汁水给挤干 再继续 接着熬几分钟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全程大概用了半个多小时 最后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趁热 装进用开水泡过的瓶子里面 放冰箱冷藏 可以抹面包 也可以用开水葱来喝 超级的香 烤好的桃子干 非常的筋道 咬一口QQ弹弹的 超级的香甜 没有任何添加 比买的还要好吃 所以吃不了的桃子 再不要浪费了 两种做法总有一款适合你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先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